在選籤的時候 進了一個很大的動作 開始什麼 收押郭台銘這些幫他連署的這些莊長 之前一個非常關鍵的 屏東潮州鎮長 周品權被收押 可是一選完 他被放出來了 對 這次來講的話 真的是直接告訴大家 就是選完了 選完收工 就直接把他給放出來了 選完收工 他那時候是什麼時候出事呢 是11月的19號 這個有積壓的可能性 有積壓的必要 因為有串陣 而且金流還沒有查到 然後馬上積壓 獲准 獲准之後呢 他查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500萬 而且呢 這500萬裡面 其實評檢蠻厲害的 500萬裡面 他們竟然找回多少錢 490萬 真的很厲害 找回490萬 周品權說 我都搞給你啊 我可以回家了吧 不行 積壓 周品權聽說當下臉 哇 你們500萬 我 回去給你490萬了 對 沒有辦法收壓 那收壓的問題 不是針對他 不是針對周品權 去勾後面的周點論 周點論 所以周點論的住家 才會在早上的6點半 調查局翻牆進去 然後呢直接開票 把他給壓走 壓走了之後呢 大家想說你稍微演一下也好嗎 因為你是11月的19號 我們跟大家講 11月19號 他來說的話 檢察官 本來就是一起兩個月 你也沒有剩多久了啦 你最多就壓到1月19號 那你就放人就好了嘛 不演了 直接14號選完 14號回家 唉 我在想說 你有需要做到這樣嗎 14號選完 14號回家 15號來 複職了 複職 再把這個硬件 硬性交回來 潮州市長周品源 收押近兩個月 今天複職了 這就告訴我們 大家一件事情 你說這有沒有政治力 你關他 你關到1月19號 你不要申請延壓 早上讓他家人去接他 放了就好嘛 但是我們評檢不是這樣喔 我們評檢要告訴大家 我們有做事 需要的時候呢 積壓 把500萬裡面的490萬 全部拿回來 選完放人 連幾天都不演了 但是呢他 他後面的是誰呢 是周典論 但現在周典論 現在還在裡面 對 因為他交出了490萬 那周典論呢 這個東西你就要去解釋 但聽說周典論議長 到現在腳還沒有軟 所以呢他還撐住了 撐住的話 那可能呢 就等要在裡面過年了 但周典論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為這個是全台灣 說要30幾個人裡面 串到最高的 唯一的議長 唯一的議長 唯一的A類 其他人公廟的 有一些 比較嚇過 我出錢 就擋住了 那有些呢 到後面的層級高一點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從這個政長 然後呢 他的一條線是到周典論 周典論是議長 那現在來說的話 這筆錢 500萬 這筆錢 到底會不會牽涉到 其他的人 那周典論 如果他有 撐住的話 或許還有機會 因為選都選完了嘛 如果沒有撐住的話 那可能有網上繼續查下去 那欸 那這個事情 會燒到郭台銘嗎 如果真的是查下去的話 那就有兩個可能嘛 第一個 周典論要證實說 錢怎麼來的 他有機會說 像我出來啊 500萬沒多吧 這出來500萬 現金大家都有啊 但是 你這個金流 如果你要怎麼去說明 因為這一次評檢很厲害 評檢辦這個 找一個做毒品的 做毒品的檢察官 所以他勾肌牛勾得非常的輕 你可能無法說服他 那如果無法說服他 可能就網上燒到郭台銘先生